上午7点多小吃店起火燃烧 大火猛烈一发不可收拾 可怕的是屋主夫妻俩一度受困在 二楼和三楼 火烧浓烟就集中在二三楼 屋主人在三楼阳台 头卡在夹缝中挥手求救 但浓烟不断窜伤 迅速将它吞没 火越来越大 还烟烧到隔壁饮料店与汽修厂 家庭也无法救援 只能出动云梯车 屋主被救下时 已经失去呼吸心跳 即便及时CPR 他送医仍逝天罚术 事发在台中北区 这栋三层楼偷天错 顶楼是铁皮夹盖 屋里住者一家三口 儿子逃到顶楼 跑到邻居家获救 妈妈则在二楼阳台 被消防救下 小池店恐怖火警 酿成一死一伤 而彰化射头则有冷冻行 也惨遭祸舍吞噬 熊熊烈火把铁皮搭建的 冷冻行仓库烧个金光 连同停载里头的四五台车 夜烧毁 还波及六间民宅 庆幸的是没人受伤 走了台风 来了大祸 实在不平静 记者程世文还至新环 桑父王是韩 SNG小组 专画台中采访报导 下方采访报导 ische课订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